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韩国半导体最近的表现令不少韩国人忧心忡忡。 韩国一月份半导体库存,已近27年来最快的速度增长,凸显出拖累该国经济增长的科技行业长期低迷。 产业通商资源部数据显示,一月不含晶片出口的总出口额同比增加0.8%为441亿美元,但包括晶片在内的总出口额则同比减少7.5%为501亿美元,连续5个月下降。 这归因于晶片出口连续7个月下滑。 3月上旬,韩国统计局在一份声明中指出,晶片库存2月在月升28%为1996年2月以来的最大增幅,库存较上年同期增长39.5%。 根据韩联社的报道,韩国统计厅消息显示,1月韩国晶片库存率为265.7%,报道称,这是1997年3月以后近26年来的最高值。 晶片库存率是用剔除季节性因素的,库存指数除以出货指数得到的百分比,显示出货量和库存的比例。 剔除季节因素的1月晶片出货指数为71.7%,环比下滑25.8%,同期,库存指数环比大增28%为190.5%, 晶片库存率高就意味着贡打于求。 在此背景之下,此前就已表明将积极发展,汽车记忆体半导体业务的三星电子已开始同积极拓展行动业务的索尼洽谈相关的合作。 据海外媒体报道,作为对去年三星电子装置解决方案,业务部门负责人庆贵显到访的回访, 索尼执行长吉田县一郎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3月上旬已经到访了三星电子。 报道称,有业界消息人士透露,吉田县一郎到访三星电子在京济道平泽的园区与庆贵显会面。 三星电子装置解决方案部门负责人庆贵显是在去年11月份,已为期三天的日本商务旅行期间到访索尼的。 在当时的会面中,庆贵显介绍了三星电子的技术实力,并探讨与索尼加强合作。 除了正在探讨的汽车半导体合作,三星电子及旗下的三星显示,同索尼目前已有相关的合作。 海外媒体在报道中就提到,三星电子是索尼的记忆体晶片供应商,三星显示也向索尼供应电视面板。 对于与索尼洽谈的汽车半导体业务合作事宜,其在报道中提到,如果两家公司能顺利合作,就有助于三星电子轻松实现在汽车记忆体市场的目标。 受到半导体寒动影响的不只是韩国,台湾同样面临订单减少的问题。 据台湾经济日报报道,业界传出,受AMD、徽达、联发科、高通、英特尔等五大客户,库存调整状况比预期激烈影响。 投片量减少并将部分产品所需晶片递延至第二季拉货,冲击本机运营不如预期,恐下修猜测。 业界透露,台积电非苹果主要客户库存调整进度不如预期,虽然有部分AI应用机单在手机加入,但按照相关生产排程最快第二季才会进入营收。 有消息称,受此影响,台积电手机营收集减幅度恐大于17%,比原本猜测预期的14.2%高三个百分点。 对此,台积电则强调,本机运营展望维持一月法说会释出的讯息不变。 不过,受市场消息影响,台积电近期股价也出现涨不太动的态势。 业界观察,台积电个别客户受景气影响程度不同,手机PC需求仍疲弱,PC相关营收占比高者受创销大,共同的情况仍是高库存,仍必须在今年上半年处理完毕。 不久前,有消息称,英特尔三奈米计划延后,但英特尔执行长纪辛格在资本配置更新电话会议上否认了这一传言。 他向迂会者保证,基于英特尔和台积电三奈米节点的产品都在按计划发表。 除了先进制程,另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业界传出消息,由于产能利用率拉升状况不如预期,成熟制程晶圆代工沙价崩暴扩大。 联电、利基电、世界先进等成熟制程晶圆代工厂,纷纷寄出只要来投片,价格都可以谈的策略。 客户若愿意多下单,价格折让幅度可达一至两成,比此前降价幅度更大。 此前,其实就有消息显示,由于市场需求低迷,传出全球第二大晶圆代工厂, 韩国三星电子成熟制程晶圆代工报价降价一成抢单。 如今,其他成熟制程晶圆厂为了填补产能利用率,也开始更大幅度的降价来抢订单, 意味半导体市场库存调整仍在继续,导致晶圆代工成熟制程转为买方市场的态势持续恶化。 对于成熟制程晶圆代工降价10%至20%抢单的情况, 晶圆代工龙头大厂台机电表示,不评论任何客户业务或市场传闻。 联电、B机电、世界先进也不回应价格议题。 据了解,近期虽然部分晶片设计厂商接获机单, 但业者私下坦言机单规模不大, 多半仅过往常态性订单的约10%至20%左右, 对填补晶圆代工厂产能利用率非常有限。 晶圆代工业者为了吸引客户多下单, 主动提出量大价格可依的条件向客户招手。 显然,在市场需求疲弱与传统氮气影响下, 对成熟制程,特别是8英寸晶圆代工厂冲击最大。 主要还是由于消费类电子市场回暖迹象不明朗。 另外,在8英寸晶圆厂, 以成熟制程生产的电源管理晶片、驱动晶片、 指纹辨识晶片、功率元件等, 在去年重复下单级当前库存高的状态下, 业界8英寸长本季度产能利用率普遍仅约5成至6成。 而12英寸厂部分, 因为配套能支援先进制程产能, 机台可以调配, 加上仍有车用、5G通讯等需求支撑, 价格降幅较小。 业界透露, 晶圆代工成熟制程业者, 目前都以拉升产能利用率为主要目标。 现在客户端若有大单, 溢价空间相较之前更有弹性, 价格则让幅度上看一至两成。 但大降价策略是否奏效? 还是要看终端需求复苏程度, 不然客户也不想多花钱堆积库存。 相比台湾业界只是折让代工价格, 韩国半导体则是更为悲凉。 要知道, 三星电子过去30年里称霸记忆体晶片领域, 但如今正受到美国和中国竞争对手的紧追, 而且与晶圆代工龙头台机电的差距正在拉大, 有韩国业界就呼吁韩国政府需要更积极的心态才能化解危机, 必须全力支援晶片的研发与设备投资, 以及加强人才的培养。 实际上, 三星电子的晶片冲击不仅是企业问题, 还会使韩国也承受经济痛苦。 晶片是韩国第一大出口产品, 占去年出口额的19%, 在韩国经济中占主导地位。 从历史来看, 当晶片景气长期低迷期时, 经济也连带受到影响, 尤其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 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 据韩国媒体中央日报3月上旬的报道, 由于三星去年第四季晶片部门, 利润骤降97%至2700亿韩元, 创下2008年以来最差的第四季度业绩记录之外, 今年上半年亏损额恐将达到10亿美元。 晶片的低迷已波及到韩国整体经济。 据韩国统计局数据显示, 去年12月工业产值月减1.6%, 创下32个月以来最大降幅, 设施投资也下降7.1%。 值得关注的是, 该项衡量商业前景的领先指标 已连续第六个月下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更将其对韩国今年的成长预期调整为1.7%, 与10月的上次预估值相比下调了0.3个百分点。 有韩国业者警告称, 三星与台积电的差距正在拉大, 韩国政府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其宝贵的晶片产业。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